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问哪位绿珠啊 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 石崇一听 心中感到怒不可遏 说在石崇传里 有这么一句话写着 绿珠乃我所爱 石崇当下就说了 绿珠是我的爱情 你能把老婆随便送人吗 不送 就把使者撵走了 使者回去一禀报 司马勒也火了 孙秀还在一旁加油添醋 于是 他们设下一个诡计 他们先是诬陷 石崇的外甥欧阳界 要勾结淮南王谋反 然后 把石崇给牵涉进来 他们先把欧阳界给抓了 又带了一帮官兵 往来围捕石崇 在石崇府上被围上的时候 石崇还不知道 他还在家里饮酒作恶 这时候要官兵冲进来 上旨在此 石崇你犯了大罪 要抓你进监牢 石崇你听了 全都明白了 他对绿珠说 我这个罪啊 凭你而起啊 绿珠之前就听说 有权贵来讨要过他 今天又听石崇这么一说 他就知道 石崇死去 凶多吉少了 他就对石崇说 既然如此 我愿为您训捷 说着话从楼上跳了下去 一头朝下 就摔死了 绿珠为了石崇而死 这就是绿珠坠楼 这成语的由来 这成语说明的是 一个女子 为了心爱的男人 殉情而死 也可以比喻 男女之间的真情实义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